今年的环保英雄目前正在进行实地查访的阶段 瑞芳区爪锋里由里长李金中推荐的环保英雄黄美雪 他平常工作闲暇之余就是协助里内的环境 他还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自制了一本 黄金执收站的资料库 让长者居多的爪锋里在执收的效率更好 环境维护工作如果只是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 因此有一群无私奉献的志工主动号召在地力量 透过实际行动来维护生活环境 市府环保局每年也进行环保英雄的表扬 瑞芳区爪锋里就推荐在里内 算是比较年轻的志工黄美雪 会参加今年评选的环保英雄 我好惭愧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也做很多 然后我觉得我只有做这么一些 也是不好意思 大家今年一直推荐他 做志工 志工的项目很多 无论摆在哪一个位置 都是做得非常好 在什么位置做就像什么样的志工这样 爪锋里的黄金执收站成立四年多来 执收的资料还是靠着人力书写 因为爪锋里的志工大多上了年纪 电脑根本不太会使用 因此黄美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建立纸本的资料库 也节省了每次资收日 大家大排长龙找寻资料的时间 通常都是老人家嘛 我看他们每次来都忘了号码 然后讲自己的名字会讲而已 五六百个要找他的名字又很难 那个名字是没有一定的顺序的 就随便都很难找 大家都停了很多 浪费很多时间 火气就怕会上来 老人家也不高兴 我怕说因为这样子变成人家对环保就没有兴趣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名字拿回家 重新把他的姓氏重新都整理出来 然后把它排列依照注音符号 一般欧巴桑都能够接受的 这样来找缩短了很多的时间 当地医长表示黄美雪已经快要六十岁 却算是志工团里年轻一辈的 他看到长者每次支收记不起自己的号码 又要从头找起实在很费时 因此自己制作以注音符号排序的资料库 让长者省去很多时间 在爪缝里自收站没有使用电脑记录 就是靠黄美雪的一本手册 谢成为瑞芳采访报道